持續關注中美貿易大戰 打到現在 一個星期的第一天開始 傑銘要帶我們來追蹤 沒有想到 川普政府找到了新戰場 打到了連一張郵票都要追究 一張郵票什麼了不起的地方嗎 是 如果這張郵票價值是3億美金 如果這張郵票造成的 就是美國製造業跟 中國製造業價格 只光在郵寄費用就有價差 只是郵票 對 如果這件事情打到就是 中國可以利用這個郵寄的價差 瞬間把美國的企業 給幹掉 這是過去這10年 正在發生的事情 想不到 所以也就是說在 也就2016年的時候 美國早就發現這個漏洞 那麼現在正式對華為 對中國所有企業 開始展開這個行動 簡單一句話 這叫萬國郵政聯盟 實際上萬國郵政聯盟 其實這已經有將近150年歷史 在150年以前 為了讓全球的郵政體系 有一個費率的計算 因此所有的國家要加進來 但是這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個萬國郵政聯盟 因為他一本初心 他想說以巴達國家這麼有錢 窮股國家這麼的窮 那郵地的費用就不能一樣 那有錢國家的郵地費用 就要比較貴一點點 那比較窮的國家郵地費用 就可以比較便宜一點點 在當時說來 其實我說2000年以前 你說這件事都通 可是隨著中國經濟 開始起來的時候 再講這件事情 就很誇張了 為什麼這麼誇張 為什麼納魯瓦羅要去瑞士 要下最後通碟 不惜要退出萬國郵政聯盟 因為這個價錢 這個價錢有多誇張 好 這個價錢 如果你從洛杉磯到紐約 就美國境內 兩公斤的包裹 油資是19到23塊美金 OK 以美國價錢 其實花這個價錢合理 但是如果從北京寄到紐約 那應該要23塊美金 再加中國到美國的費用 那應該至少3 40塊美金 應該吧 結果呢 結果只有5塊美金 所以這麼一價差 差了14到18美元 換句話說 便宜又好用的 Made in China的物品 搭乘了好像是熱帶器權 掛Tremble的超低油資 源源不絕地把便宜的東西 送進了美國 所以你可以想 Amazon把東西賣到中國 和中國用阿里巴巴賣到美國 這個價錢 你不要說 光是郵件 郵件就已經有競爭力了 所以這件事情是設第一件 這一次 而且你知道嗎 這個納瓦羅已經睡最後時間 10月之前 如果不完成這件事情的話 他就正式退出了 萬國郵政聯盟 各國就要每個國家 都要跟美國簽約 這樣中國會不會孤立起來 這是很大的問題 第二件 這件更猛了 這個人叫做 Pierre Burry 就是白邦瑞 他是大陸政策顧問 就是說中關目前對於大陸的 不論經貿 政治的一個主要顧問 他現在有一天 他在出白宮的時候 被記者督賣 那時間真巧合 就是禮拜四 禮拜五 他被督賣的時候就說 如果這次的貿易談判 繼續不成功的話 那麼美國會做什麼動作 他一本輕鬆 他說一句話 現在25%叫低標 那記者聽到說 25%是低標 什麼叫高標 他竟然說出這個數字 100% 所以在上個星期四星期五 腹部級 第13輪的磋商 正是上桌要談的時候 居然標出了必要的時候 還是可以不到百分之百 50到100% 那還談得下去嗎 那記者就說這是你的意見 還是川普的意見 他回來了就要 你看川普的推特就知道了 還可以再up 好 這是第二次見 我覺得第三次見 更猛 這是完全阻絕 未來中國到美國的 任何的窗口都沒有了 我先講這個故事之前 先講一個案例 這家公司非常的厲害 它是美國很重要的一家 鋰電池的公司 那麼這家公司 它快要倒了 那麼中國想要快要倒了 趕快要去買它 出價將近4.5億美金 好 但是美國說不行 這家鋰電池公司太重要 以國安機密 國安的這個 我們說的這種所謂的 關鍵技術不賣出去 結果這家公司撐不住了 它叫A123就倒掉了 倒掉之後 破產法不歸財政不管 所以這個中國的企業 直接用破產 這部分的法庭 這些把它買下來了 但就讓說美國政府了 對 價格比4.5億美金 還要更低 那不只這樣的案例太多了 因此他們這次加了一件事情 就是絕對不能用破產巧門 把這個關鍵技術給賣掉 正式堵決 中國任何想要取得 所謂關鍵技術 關鍵技術建設 還有包括一些個資 統統沒有了 好 當然我們知道 最殺手的應該是這一件吧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在網路上面 在作業的時候 很怕你的軟體沒有辦法 第一實驗主決駭客 或者網路現在重大的弊案 因此國際為了這個事情 就組織了一個叫做 國際安全響意聯盟組織 當然華為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大家分享任何可能網路上的攻擊 但是就在上禮拜 也是禮拜五 他正式被踢出去了 這個事情一踢出去 告訴一件事情 全世界任何最新的駭客訊息 華為完全不能分享 人們就會想說 那我用你華為的東西 我不能分享全球最新的網路攻擊 那我是使用者 我用你的系統 那我會不會網路攻擊 而沒有辦法抵抗呢 這個事情恐怕對華為是開 砰 一槍 狠狠的一槍 好 中美大戰你可以看到 美國不斷不斷的在退群組 這個第一個講到的 萬國郵政聯盟 我計較郵資 你如果不改 我就退 這個地方是把華為給踢出去 一樣是退群組的概念 不過說到了華為 你看這幾個星期 我們天天在關注 川普怎麼去拘殺華為的5G 打得下來嗎 打不下來 我們接下來告訴大家 為什麼打不下來 原來最堅實的市場在中國大陸 第二 重要的市場在歐洲 接下來我們就來談談 為什麼它可以在歐洲站得這麼穩 原來答案在英國 它最重要的那個5G研發的腦袋 就設在英國 為什麼選在這裡 我必須說任正非的眼光真的很遙遠 他在2001年就在英國佈局了 而且他佈局的方式是跟 這個英國最強的學校 跟最小的記者群合作 我怎麼說呢 劍橋夠厲害吧 厲害 劍橋就是他最大的夥伴 我們先談這件事情 就在這個風雨飄渺之間 大家覺得華為快要陣亡的時候 華為一點都不在乎 最近開張了一家公司 這一個研究單位叫做 博米罕5G的培訓中心 20號就正式開幕了 先看這一段沒有什麼稀奇 看下一段很厲害 他要替英國人每一年製造 1000名以上最新的5G網路工程師 要打造英國成為歐延區 最長漢的5G研發中心 人潮在地化 你的人我培養在你的土地上 你就不用煩我 而且重點是英國現在拖 最需要的就資金 這一砸就砸了30億英鎊 直接給你們英國 所以不只如此 事實上華為更狠的事情 他跟英國政府說 他們一年的總共營收 是7500億人民幣 他跟英國保證 其中這7500億的10% 不花在別的國家 就花在你英國 光英國就砸了一成 對 所以當然對英國來說 你是我的好兄弟 現在全世界背離我 只有我 其實這過程當中 有一個很重要的人 這個人叫李嘉誠 為什麼英國跟華為的關係 比較不錯 因為當時在5G不確定的情況之下 其實美國給英國很大的壓力 他知道你們關係很好 我就要阻絕於你 結果沒想到李嘉誠 正好在英國買了一家叫做 3UK 一家電信公司 他不是最大的 他其實第四名 市佔率就15% 可是他做了第一件事情 就所有電信公司在官網 我到底要買Nokia 還是買Arison 還是買華為 在魷魚不絕的時候 他開了第一槍 他一口氣就買了 200億人民幣的設備 說我來做 沒想到這件事情 變成推倒股牌的第一張牌 他一推倒之後 包括了這個英國的電信 包括莫大風 跟著就開始買進 你知道就這件事情 他在英國市佔率 就超過80% 也因為這件事情 歐元區看英國都這麼做 到現在為止 德國還要繼續跟華為在一起 因為如果今天 他不跟華為在一起的話 在德國電信跟英國對信 對決之下 德國電信很可能會輸掉 所以李嘉誠真的幫了華為 好大的忙 但今天你以為只是有這樣嗎 我們進一步 要請傑明帶我們來看看 李嘉誠幫華為 這居然不是第一次 那上一次第一次什麼時候 事情要從當年斯科 狙擊華為來說起 我們講到美國最大的 就是我們說斯科 我們在做股票 尤其是在2000年以前 你只要做電信股 你去買斯科就好了 因為斯科在路由器交換器裡面 是全球市佔率超過80% 沒有人敢挑戰斯科 沒有人 我在說沒有人敢挑戰斯科 那麼斯科 當然我們要說一句話 這個時候就看到 因為有李嘉誠的幫忙之後 其實華為逐漸壯大 他在全球的地方 除了美國之外 直接挑戰斯科 而且市佔率已經逼近斯科 斯科內部還做了一個調查報告 叫做把華為當作最大的競爭對手 要把華為處理掉 所以商幫其實戰鬥 已經慢慢接近到 瀕臨一個 我們說的就要交火之氣 結果華為做了一件事情 他想說他不想跟斯科對決 斯科又指控他可能有些商品 是有侵犯智慧權的 那你知道任正非就以何為貴 他說好 如果你覺得哪有侵犯這個專利權的 我就把它退出來 但是我產品照賣 原本是一個善意的表態 就斯科看到他有鬼 他竟然願意退讓商品 所以他就決定在這個美國 直接在法院上控訴華為商品 侵占智慧權 你知道嗎 如果這個一旦判成功的話 那麼全世界很可能 都不能賣華為的商品了 當然這個戰爭如果失敗 那斯科就等於坐眼 美國市場華為可以進來了 那場戰爭雙方律師攻防 那任正非覺得我沒有問題 我東西沒有剽竊你 他覺得這是豬死戰 但我有信心 但是沒想到這一針打下去的時候 發現到媒體鋪天蓋地的指 華為就是剽竊者 華為是智慧的傷害者 斯科被受到傷害了 這是美國精神 講到律師跟媒體的一個攻打的時候 第一戰 即便任正非拿出的證據說 我沒有剽竊 但那次只能達到五五波 任正非嚇到了 如果這事情如果繼續研發下去的話 問題可能斯科發揮 不是失去美國市場 連進美國市場都沒有 可能全世界都有出問題 就在這個時候他爸媽過世了 這時候他的員工開始離開了 因為所有人都認為 任正非沒有希望了 可是你知道任正非 而且你知道嗎 當時華為內部還做一個叫做 Beat華為 就是要把華為幹掉這樣的訊息 就在這時候任正非想到這件事情 與其如此 我就請那些對我不友善的媒體 你來我們公司看 那些對我不樂意的律師 你就請我過來看 然後他用非常低調的方式 在媒體上面發表 我們並不是要去搶斯科 而是提供你另外一個選項 因為我的價格是比他平20% 但我真的沒有剽竊 再輸這一步的話 華為 任正非沒有退路了 他走不出去了 最後他也決定以奇人之道 還治奇人之爭 當時錢博斯你發動輿論戰 他也開始邀媒體 邀美國的主流媒體 你來看 邀到大陸來看 是的 而且你知道嗎 其實這場戰爭打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 打到任正非在晚上的時候 竟然嚎啕大哭 壓力大到這個程度 不是只有失去父母親了 連他骨幹都離開了 你想這個戰爭 任正非能輸嗎 當然任正非最後就請了 就是美國最有名氣的大學 直接你進來檢查 結果這些大學進來 發現到這些專家說 沒有 你用的系統 跟思科的系統是不一樣的 你自己有研發出自己的方向 你為什麼不說清楚 任正非就說 我有機會說清楚嗎 好 這個訊息就在 斗大的媒體出現說 其實華為用的系統 跟思科的系統是沒有問題 就在2003年10月份 他贏了 你看2003年距離現在幾年 16年前 16年前你看我不起 你就告了我 你僅咬不放 你要把我幹掉 16年後 任正非說了什麼 他就在前幾天 他說我已經決定把我的 5G專利原始碼通通開放 我要賣 我也想好買家了 Apple Amazon 第三個就是思科 沒錯 事實上我們要知道 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他有上次的經驗 我把所有的機密 全部揭露在所有的專家面前 我不怕你看 那我也可以這麼做 美國說我會有後門 說我的5G有後門 來… 乾脆我就把我的所有原始碼 通通賣給你了 那你們自己可以用我的東西 那時候記者就問這個任正非 你真的要這麼幹嗎 就任正非說思科要買沒有問題 Amazon要買也可以 蘋果要買也可以 最好蘋果把我公司也買下來 因為蘋果的老闆薪水比較低 比較高 他薪水比較低 他開了這個玩笑 當然所有記者就笑他 但是他顯示一件事情 你美國指控我會開後門 但是我要賣給你 你們要不要買呢 好 當然這個事情看起來 任正非已經吃定了一個想法 就是他一定可以成功 昨天跟前天的這個週末 可以說是2019的機王決戰黃金週 為什麼 May 30它開放預定 iPhone 11開始正式的上市 兩邊大對決 我們來看看多熱鬧 好 這個地方大家看到的是 華為的May 30開放網路預定 強強棍到一個什麼程度 我們先給大家看到 這是京東預售的部分 你看 這是華為May 30 麒麟990 好 四千萬的這個鏡頭 你知道已經多少人預定了嗎 一萬三千多件 好 再往下看 這也是京東預售的另外一個位置 我們找到了 定的多少 七萬兩千多件 再來 這個地方是天貓 天貓定的多少 三萬 加近三萬 三萬五 偷偷地加起來 天貓 加京東 美三時 一天 熱賣12萬隻 搶搶棍 我們再來看到 它的死敵iPhone 11 iPhone 11是真的已經可以拿到了 機子的情況之下 深圳的一田廣場 在9月20號 大排長龍 這個是禮拜五 上個星期五 為了排一支iPhone 11 熱騰騰的 拿到了這個iPhone 11之後 大家要尬什麼 當然是尬鏡頭 尬這個拍照的功能 您來看到這兩個功能 第一個 iPhone 11你給它拿去夜拍 居然出現了這個綠畫面 這是怎麼回事 這一條一條的新畫面 這個是剛剛到手的 再來 當這個iPhone 11 你去給它拍所謂的 建築的邊邊的棱角的時候 居然出現毛毛的 黑色的毛霧狀的 怎麼會邊緣去模糊掉了 是不是代表 它的鏡頭有BUG 我們不知道 但是這兩張照片 在網路上不斷不斷的發酵 有這樣的情況 這樣的發酵當然是不妙 會不會影響iPhone 11的銷售量 但人家講了 這些大陸消費者很有趣 人前說挺華為 轉個身立刻去買iPhone 11 這是什麼心態 另外我們要請Arthur 進一步來告訴我們 那回到飛瓶陣營 能不能在May 30的帶頭衝鋒之下 年底成為市場關注的焦點 決戰這個May 30 在華為方面是預估要來賣2000萬隻 去年的話這個May 20 它是賣1700萬隻 所以說今年來說的話 雖然這個所謂的Google 這個Angel系統不能用 但是華為為什麼還有這個雄心壯志 因為硬體方面 贏iPhone綽綽有餘 那我們認為這個飛瓶的一個 手機職工蘋果的一個弱點 那當然如果蘋果自己又有一些 字步其短的話 可能要特別留意 因為蘋果其實這一次的一個 新機發表 它重點已經擺在免費的影音串流 一年的一個什麼 一個所謂服務 所以說它大概已經轉向了 所以投資面要特別留意 那我們可以先從華為這邊來看好了 這個May 30 這個配備的一個什麼 一個硬體最強 因為在整個的一個飛瓶手機 大概可以出現三個層面 我在今天幫各位來做一個什麼分析的 就是鏡頭散熱跟5G 大概都贏蘋果 那May 30 它首先它有21根的一個天線 它與這一個Node 10的5G來相比 它速度會快50% 那在方面 就是散熱方面 這個華為方面一樣是石墨烯 還有這個所謂偏熱板 VCE的一個熱板 7奈米的EUV的一個製程 也比上代能夠快的一個什麼一個39%以上 在這一次方面 麒麟990的一個5G晶片 特別要留意的是 它是單晶 所謂的一個什麼一個單晶片 並不是說現階段你的一個5G手機 其實AP的處理器是4G的 你的一個MODEM方面是5G的 所以說它是一個假5G的一個手機 但是在華為方面 未來是真5G的一個手機 因為麒麟990的一個晶片 那在5G方面的速度 會比4G快了一個25倍 那以整個的一個什麼一個 蓄電池方面 也就是說電池的一個容量方面 是4500毫安培 那在整個的一個40瓦方面的 一個有限快充 在蘋果方面是15瓦而已 也是贏蘋果 無限的一個充電方面 蘋果沒有 但是它有27瓦 所以說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整個的一個什麼一個 華為方面的一個什麼一個 第二個的一個重點 我剛剛講的 它預估2000萬支 它2000萬支的話 比去年的一個所謂的一個 1600萬支還要來得多 去年的一個P20的話 是1700萬支 今年上半年的一個P30的話 其實市場是有統計 大概是1650萬台 1650萬台 那在Vivo方面 是第二個層面飛屏手機 Vivo的一個機皇 N1X第三代 3的話 它的一個螢幕比 是佔比是將近百分之百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非常的一個什麼 一個亮眼的一個新手機 無邊無界瀑布的一個螢幕 是它的一個特色 而且這個E3的一個 Super的一個 AirMorad的一個面板 是號稱 因為藍光對商演的一個程度 是比較加重 它是能夠有效的 比原先的一個E2 減少的一個42%的一個藍光的一個發載 所以說以整個的一個什麼 一個飛屏手機方面 Vivo也是非常有賣點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也就是說鏡頭 鏡頭是最重要的一個層面 現在所有的一個飛屏手機的一個鏡頭 大概都已經上升到6400萬的一個畫素 以紅米來說的話 Note8的一個Pro級 紅米一隻大概是7000塊 合台幣7000塊 還有一個realme的一個什麼 一個XT 還有一個Vivo的一個 剛剛講的一個什麼 一個所謂的一個 N1X的一個第三代 它一個主鏡頭 都是用6400萬的一個畫素 那三星的話 A70S也會採用6400萬的一個畫素 所以說整體來說的話 包括這個Galaxy的一個S11 也是配備了一個6400萬的一個畫素的一個鏡頭 所以說都贏整體的一個什麼一個蘋果 那為什麼6400萬數這麼重要 剛剛有講 如果說你的一個遠方的一個鏡頭 會比較模糊的話 你用6400萬的一個畫素的一個鏡頭 會非常的一個清楚 這個就是飛屏手機的一個強項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整體來說的話 在鏡頭方面 也就是說目前市場上5P跟6P的一個塑膠鏡頭 都會提升到7P 那華為的一個Mate 30 也都是採用7P的一個鏡頭 明年度的一個iPhone的話 也渴望來採用7P的一個鏡頭 至於說在三星的一個Galaxy的S11跟Note 11也都採用7P的一個鏡頭 所以說在整個的一個鏡頭方面 我們認為也是來做一個什麼一個程度的一個上升 所以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也就是說這些受惠股到底在哪裡 那整個的一個鏡頭 它是用了一個兩個7P的一個鏡頭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3008的一個什麼一個大力光 之前有外資的一個機構在這個所謂跌破3800塊的時候 放一些報告在打壓它 就跟瑞玉一樣 結果因為整個的一個什麼一個誤導 讓很多的一個散戶可能都殺低了 這一波來創新高 整個的一個均線都已經站上了 以今天來說的話是收平盤 他也沒來做一個回跌 因為今天大盤是跌死點 那再加上整個外資的一個什麼一個持續的買盤 已經加上今年已經連續13天買超台股 所以說後市如果大力光能夠有效的一個再往上來挑戰之前高點4425的話 可能台股一萬一千點就有效的一個站上了 那第一檔3008的一個大力光是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檔3324的一個雙紅 這一個均熱板 它的一個散熱剛剛講到飛瓶手機的一個商機 這個散熱方面是用石墨烯 還有這個所謂PAN熱板VC的一個熱板 那雙紅它領先所有的同業大概是半年以上的一個製程 所以說它算是領先的一個主軸 他認為手機的一個均熱板的一個出貨量 已經是正式超越這個導熱管 所以說預計這個均熱板的一個月產人 會有六百萬八百萬甚至於第四季衝到一千萬 在富邦證券方面是估今年度的一個雙紅的一個獲率會跑出來 超過10塊錢以上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一下3324的一個雙紅 其實在上禮拜五的時候 整個外資的一個法輪已經開始在做一個什麼一個大幅度的買超 今天的一個雙紅又在震盪之後來做一個尾盤的一個收高 之前的高點206塊209塊是由所謂的一個外資的一個分析師 又來做一個誤導大眾 來做一個所謂偏空的一個報導 這一波又合理的一個洗盤 公司派開發說會這邊做一個澄清 來有效的一個拉抬 看看近期能不能夠有效的一個突破209塊來再創新高 這是第二檔的一個個股 那第三檔個股則是今天來創新高的3037的一個新興 因為5G手機的一個需求是非常的一個強勁 5G的一個通信的一個晶片 對於這個IC載板方面的一個需求 是非常大的一個需求 已經從原先的一個什麼一個6到10層 提升到所謂的8到20層 而且載板的一個面積從所謂的37.5平方毫米 擴大到50平方毫米 這相當於整個的一個需求增加了一個兩倍以上 所以說3037的一個新興 其實我在6月4號也跟各位介紹過 當時才29塊 在今天已經創了一個波段的高點48.40 而且整體的一個短中長期的均線 都是來做一個五福臨門的一個什麼一個 向上的一個正面性的一個表態 所以說以今天來說的話 量價也是合理的一個微幅放大 看看後世能不能夠持續有法人這邊 來做一個推升股價的一個動作的一個產生吧 所以我們看到了從5G到散熱 它的整個硬件來講 6月5日後 2月不提升 3月4日後 3月份 6月4日後 4月4日後 4月4日後 5月5日後 ę在香港 8月5日後 2日後